咱们继续说《讲坛社兴亡的世界史》 今天讲的是这套书的第九本 也是最后一本 书名是《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 听书名你就会发现 这本书和《讲坛社兴亡的世界史》的整体风格 好像都不太一样 这套书其他的选题 讲的都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帝国 比如古代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 还有近代的英国、法国、俄罗斯 但是今天这本书 它的主角却是公司 讲坛社兴为什么要在讲帝国的书里 塞一本讲公司的书呢 这是因为东印度公司跟一般的公司可不一样 他们是活脱脱的准国家 东印度公司的权力特别大 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可以组建军队、铸造货币 还可以跟其他国家谈判签约 你可能注意到了 我刚才用的是他们 因为东印度公司它不是一个公司 而是很多公司 这些东印度公司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其中最有名的呢 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它是鸦片贸易的幕后黑手 还曾经蚕食了整个印度 我还解读过另一本书 叫东印度公司 讲的就是它的历史 其实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荷兰、丹麦、法国、葡萄牙等很多的国家 都有过本国的东印度公司 这些东印度公司长期称雄世界 比如英法两国的东印度公司 在南亚次大陆角逐霸权 东南亚马来群岛呢 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天下 讲东印度公司的书有很多 为什么这本书会被蒋谈社收录呢 读完这本书 我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关于那些东印度公司的历史 这本书讲得倒是中规中矩 但是作者呢 特别把聚光灯 打在一个叫亚洲之海的地方 把它作为舞台 来写世界近代历史 而各个东印度公司呢 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众多主角 这个呢 让我眼前一亮 那这个亚洲之海是什么地方呢 粗略的讲啊 亚洲之海 指的就是印度洋 和中国周边的海域 那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亚洲之海呢 这本书的作者提到 看历史的时候 我们更习惯用国别王朝的视角 这样呢 能帮我们理清历史脉络 但是啊 我们要想观察近代以来 全球互联互通的那几百年历史 再使用国别王朝的视角 就会出现各国历史 无法对齐的现象 所以 要想了解近代世界的整体历史 我们必须要换个视角 亚洲之海 就是一种全局的视角 而且啊 以前我们看近代史 会有一种直觉 觉得欧洲在蒸蒸日上 而其他地方呢 似乎都在走下坡路 但是 当我们把视角 从亚非欧大陆 转向海洋 也就是亚洲之海的时候 你会获得一个新的观察 在近代 特别是在十七十八世纪 亚洲之海 才是世界的中心 这里由世界上最繁忙的贸易往来 一批批欧洲商人 想尽办法 进入亚洲之海 然后呢 把这儿的商品 带回欧洲 一些欧洲国家 还组建了竞争力强大的 东印度公司 展开漫长激烈的竞争 你方唱罢 我登场 上演了一出出的好戏 那为什么后来 世界中心会从亚洲之海 转移到西欧呢 这本书告诉我们 答案也得从亚洲之海身上找 亚洲之海的贸易 导致西欧发展模式 发生改变 实现崛起 让西欧在十九世纪 逆转成为了世界中心 简单介绍一下作者 本书作者 宇田正 是日本知名的历史学家 还曾经担任过 东京大学的副校长 为了更好地介绍这本书 我还采访了 大家很熟悉的 施展老师 施展老师 是外交学院教授 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下面呢 我就结合 对施展老师的采访 围绕亚洲之海这个主题 分两部分 来介绍这本书 第一 为什么说 在近代亚洲之海 才是世界的中心 那这个舞台上 到底发生过 什么样的大事呢 第二 亚洲之海 到底是怎么失去 世界中心这个位置的 好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为什么作者认为 在近代 十七十八世纪 亚洲之海 才是世界的中心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 什么是中心 我们说 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 这意味着 与周边地区相比 纽约集中了 大量的金融资本 又比如 海淀区是北京的教育中心 这是因为 与周边相比 海淀区集中了 更多的教育资源 你看 中心是相对于边缘而言的 中心呢 就意味着聚集了某种资源 意味着 会对边缘产生 强大的吸引力 与当时的亚洲之海相比 欧洲就是边缘 在欧洲人眼里 亚洲之海是一座宝山 有欧洲人需要的各种商品 比如东非的黄金象牙 西亚的马匹地毯 南亚和东南亚的香料 还有东亚的棉织品 茶叶瓷器等等 这儿不仅物产丰富 而且生活着当时世界上 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 你看 拥有最丰富的物产 最多的人口 周边地区的商人 都会去到这儿做生意 从这个意义上讲 亚洲之海 当然能够成为 17 18世纪的 世界贸易活动中心 如果把亚洲之海比作舞台 那首先登场的 就是葡萄牙人 我们都很清楚 开辟新航路的故事 率先完成 国家统一的 西班牙王国和葡萄牙王国 资助一批人 开辟新航路 寻找印度 最终呢 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而葡萄牙人 绕过非洲好望角 进入了亚洲之海 进入亚洲之海这个宝地 葡萄牙人赢得了头彩 他们把货物运回欧洲 不仅赚得盆满钵满 甚至还建立了一个海上帝国 这是欧洲人 在亚洲之海这个舞台上 搞的第一件大事 建立一个帝国 听起来应该很困难 那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 是怎么做到的呢 葡萄牙的海上帝国 跟我们理解的传统帝国 还不太一样 它的核心是占领海岸线 垄断通商资格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沿岸 占领了一连串的据点 圈出了一个势力范围 从东非到西亚 再到印度东南亚 甚至到了日本 和我们中国的澳门 在这个势力范围里 来往的商船 只有获得葡萄牙人 颁发的通行许可证 才能做买卖 就这样啊 葡萄牙人 在亚洲之海这个舞台上 大放异彩 不过呢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葡萄牙人 其实只是一个配角 真正的主角 是后来的英国 荷兰等这些国家的 东印度公司 葡萄牙人一马当先 占尽了先机 为什么会惨淡收场呢 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是 葡萄牙国内政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581年后 西班牙国王 菲利二世 兼任葡萄牙国王 但是这位坚持国王 根本顾不上管葡萄牙的事 他一边忙着在欧洲打仗 还要忙着经营 西班牙在美洲的生意 就这样 葡萄牙在亚洲之海的视野呢 开始不断地走下坡路 当然了 葡萄牙人逐渐从亚洲之海退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是葡萄牙的底子不好 葡萄牙地下人少 要管理东非 西亚 南亚 东南亚 还有美洲 巴西的商战 那么点人根本应付不过来 最后啊 繁重的管理负担 生生的拖垮了葡萄牙 这就给后来的荷兰 英国等国家提供了可乘之计 但是 荷兰和英国的崛起 也不说别人给你让让路就够了 在那个时代 远洋贸易就跟今天的创业差不多 你得先有巨额的启动资金 想想 航海要有船吧 船上得有人吧 有人就得有吃喝补给吧 这背后都是钱 除此之外呢 还需要一大笔本钱进货 这样呢 生意才能启动 当时的荷兰英国 只是欧洲二三流的国家 国里根本没法跟 西班牙葡萄牙相提并问 那他们是怎么进入亚洲之海 甚至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呢 这个时候 英国人和荷兰人 想到一个好办法 来解决钱的问题 今天我们很熟悉的公私制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知道公司可以聚拢资本 可以长期经营 公司赚钱以后呢 还能吸引更多的人投资入股 形成一个越做越大的良性循环 不过啊 即使创造了公私制 这种组织模式 聚集了足够的资本 也不见得有人 愿意去冒这个险 你想 在当时远洋贸易 可绝对是个高危的行业 遇到竞争对手 或者遇到海上风暴 极有可能血本无味 石展老师说 当时欧洲远洋航行的死亡率 接近一半 就算有钱出去 也很可能没命回来 那要想鼓励人们出去卖命 办法或许只有一个 就是承诺给他们超额利润 也就是说 钱要足够的多 那怎么才能保证超额利润呢 答案就是垄断 只有垄断了某个地区 某种商品的销售权 才能保证超额利润 贸易垄断权 正是东印度公司们 发展壮大的灵魂 举个例子 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了 从亚洲之海到英国的销石贸易 销石呢 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 当时英国正在到处打仗 所以东印度公司 只是从英国国王一个人手里 就赚到了好几万英镑 销石啊 其实只是一个小例子 有这样一个数据 1720年 英国15%的进口商品都来自印度 而几乎所有的商品 都是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的 你可以想象 东印度公司在这个过程中 会获得多少利润 再举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 鸦片贸易 18世纪 英国从中国清朝 大量买入茶叶丝绸和瓷器 但是英国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卖给中国 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英国人很心疼啊 怎么办呢 英国商人想到一个招数 向中国卖鸦片 这个鸦片贸易 同样是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 不久 清朝政府发现鸦片的危害 一再下令禁止鸦片买卖 但即使是这样 只是靠走私的鸦片 清朝靠茶叶瓷器赚的钱 就都被抵消了 白银流向完全逆转 英国实现了翻盘 而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具体动作 都是东印度公司直接完成的 你看 这就是贸易垄断权的威力 凭借这个手段 东印度公司们在亚洲之海实现了快速发展 不过 这就有个问题 前面说了 17世纪亚洲之海非常繁荣 亚洲的各个国家都很强大 比如 印度莫沃尔帝国就处在巅峰期 那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国家 会允许别人在自家门口搞事情呢 施展老师给我们补充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东印度公司在亚洲之海能够成功 还有一件法宝 当时欧洲国家是属地政治传统 而亚洲之海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是属人政治 这儿的属就是归属的那个属字 属人和属地的差别 给东印度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属地政治 欧洲国家领土比较小 民族文化比较单一 所以呢 国家很容易有效控制土地 以及土地上的民众 这就形成一种属地政治 属地政治就意味着 如果有外人来我们的地盘上搞事情 必须先得获得统治者的同意 而且呢 还要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 换句话说 它的管理是以地盘为中心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而在亚洲之海这边是属人政治 就拿南亚的莫沃尔帝国来说 这个帝国面积大 民众成分非常复杂 在当时的管理条件下 根本不可能严密地控制每一处土地 而且施展老师提到 莫沃尔帝国的统治者来源于游牧民族 莫沃尔就是蒙古的音译 游牧民族系统呢 是以控制人为核心的 领土面积和政治传统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国家统治者只能采取管人的策略 施展老师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莫沃尔帝国的西边还有一个国家 叫萨法维帝国 这个国家呢 大致位于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一带 面积呢也非常大 它的统治者是伊斯兰教团出身的 教团是什么这个不重要 我们只需要知道 它的统治逻辑也是控制人 你看 这样的话呢 对于亚洲之海的这些帝国来说 你是哪来的 无所谓 甚至夸张一点说 你在我这搞走一块土地 也不要紧 只要你承认我的宗主权 然后定期向我缴税 满足我的要求 这事就齐了 所以对于莫沃尔帝国 萨法维帝国来说 欧洲人来了 只不过是多了一类奇怪的人 和自己的土地上 形形色色的民众 没有本质的区别 属地和属人 这两种观念的差异 就给东印度公司们的发展 提供了机会 建个商战 扩大点势力范围 并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 你可能会想 不对啊 荷兰人占领台湾 明末清初 不是还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事情吗 而且我们也很熟悉 明代七级光抗窝扫清编换的故事 既然东亚也是亚洲之海的一部分 为什么显得有点不一样呢 作者宇田正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他对亚洲之海 特别做了一个细致的区分 中国这边的东亚海面 和墨尔帝国那边的印度洋海面 不太一样 中国虽然也有广大的土地 众多的民族 但是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程度非常高 所以一直就有 普天之下 墨非王土的观念 这就导致 东印度公司 在东亚这边搞事情 就得多花点力气了 总的来说 这些东印度公司 凭借贸易垄断权 属地政治传统 在亚洲之海迅速发展起来 不过 即使属地政治再怎么好用 贸易垄断权带来的诱惑再怎么大 东印度公司们毕竟是外来客 他们能赚到的钱 也无非就是把亚洲之海的商品 带回欧洲这一个来源 和亚洲之海内部各个强大帝国之间发生的贸易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我们知道 后来这些东印度公司把很多地方都变成殖民地 比如印度次大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东南亚马来群岛成为荷兰的殖民地 甚至欧洲还取代亚洲之海成为了世界中心 那这个剧烈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世界舞台的中心 到底是怎么从亚洲之海转移到欧洲的 这个过程很漫长 但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大的环节 第一步是东印度公司们在亚洲之海反客为主 获得了贸易的主导地位 第二步则是腰缠万贯的东印度公司商人 回到欧洲引发变革 崛起之后的欧洲开始全面压制亚洲之海 成为新的世界中心 我们先看第一步 作为外来客 东印度公司们是怎么在亚洲之海反客为主 占据主导地位的呢 作者宇田正给了一个有意思的答案 这是因为欧洲人的船上有国旗 怎么回事呢 前面提到过 欧洲是属地政治传统 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相对单一 共同体观念呢 就比较容易形成 也就是说啊 欧洲人很容易形成内外有别的观念 你是荷兰国民 我是英格兰国民 我们效忠不同的国王 我们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观念反映在远洋贸易中 就是商船上不同的国旗 特别是在一国他乡 国旗就成为最显眼的身份标志 拥有相同旗帜的商船 会相互依靠抱团取暖 而且打着同样旗子的船只 不只有商船 还有军舰 他们彼此之间会形成一种救助关系 这种救助关系就意味着 悬挂国旗的商船 要比没有悬挂国旗的商船安全性更高 国旗带来的影响可不只是保护欧洲人的商船这么简单 我们知道 不论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 做任何买卖 我们肯定会选择更靠谱的商家合作 什么叫靠谱呢 远途贸易的时候 能够把货物安安稳稳地送到目的地 就是一种靠谱 显然 飘着国旗的欧洲商船的安全性更高 连亚洲商人也更愿意把运输货物的事情委托给欧洲商船来做 这样的话 这些活跃在亚洲之海的东印度公司 不仅掌握了从亚洲之海到欧洲的贸易 连亚洲之海沿岸各国的内部贸易也被他们逐渐掌握 我们知道 日本距离中国很近 但是中国的私制品卖到日本这笔生意 却是远道而来的荷兰人做的 除了中国的商品 荷兰人还会把印度的棉织品卖给日本的德川幕府 亚洲之海到处都可以看到欧洲人的商船 不过请你注意 对于亚洲之海来说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你想 在亚洲的地盘上 亚洲人的生意竟然被欧洲人主导 亚洲人只能扮演供货商和购买方的角色 不只是这样 很多亚洲人会被东印度公司雇佣成为公司职员 甚至是公司雇佣军的军人 例如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张地盘 需要招募越来越多的军队和印度的土帮作战 是靠一点点英国人肯定不够啊 所以 东印度公司就开出很诱人的工资 吸引当地人报名参加 而且 东印度公司可不是谁都会要 他们会进行非常严格的筛选 重点雇佣那些高中性的民众 因为 这些人的素质更高 更容易训练成高水平的军人 你看 到这个时候 虽然东印度公司们是外来客 但他们已经开始不断地蚕食那些 沿岸国家的权力份额 逐渐成为亚洲之海沿岸 越来越强大的主导力量 而且 这些东印度公司 在亚洲搞得风生水起 可不只是填满了商人的口袋 它其实还带来一个更深的影响 也就是 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 助推了欧洲的崛起 这是世界中心 从亚洲之海 转向欧洲的第二个阶段 那这些东印度公司 是怎么让欧洲崛起的呢 接下来 我们要把镜头转回到欧洲 重点关注一个群体 也就是那些 从亚洲之海 赚钱回到西欧的商人 什么人才会去冒险赚钱呢 肯定不是那些上层社会的大贵族 我看过一本书 叫《帝国边缘》 讲的呢 就是那些在亚洲 非洲冒险的英国人 书里提到 到亚洲之海 做买卖讨生活的 主要是一些 不得志的中下层贵族 这就像个赌局 远航要把你的命压上去 但是万一生意做成了 你也是距离财富 最近获得收益最多的人 就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 克莱伍举个例子 他出生在英国西部的 一个普通家庭 有12个兄弟姐妹 虽然家里也有个小庄园 但是为了过日子 克莱伍的父亲 还得出去当律师 补贴家用 克莱伍呢 也不怎么争气 他很喜欢打架 曾经被学校开除过三次 看到克莱伍在读书上 好像没什么出息 父母就在他18岁的时候 送他去东印度公司担任贸易战的低级文官 没想到啊 读书不怎么行的克莱伍 却在东印度公司混得风生水起 十多年后 当克莱伍回到英国 他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富商 作者统计 他当时至少有 31万7千英镑的财产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那个时代 英国国内的大银行家的年收入 才不过2600英镑 而克莱伍一票就干了他120多倍 你想 克莱伍只是众多在亚洲之海打拼的欧洲人的一个代表 当很多像克莱伍一样的人赚钱归来 他们就会要求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对于这种现象呢 上层贵族老爷们虽然很不满 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人家带回了大量的钱财和货物 在这个过程中 西游传统社会秩序就被逐渐动摇了 当这些商人或者新兴的资本家进入主流社会 他们就会推动国家出台一些更有利于做买卖的政策 比如要求建立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市场 要求所有人都要严格履行合约 鼓励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发明创造等等 这样的社会环境 再加上从亚洲之海带回的大量资本丰富的原料 工业革命就爆发了 原本欧洲根本拿不出什么有竞争力的商品 但是工业革命后 欧洲生产能力就提升了一个量级 逐渐成为发达的工业强国 实现了崛起 而亚洲之海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手工业阶段 能力不同了 亚洲之海和欧洲双方的关系就会发生颠倒 这些生产需要更多的钢铁燃料原料以及更大的市场 那这些资源从哪拿呢 相对落后的亚洲之海就会成为当时欧洲人的目标 为了抢有限的资源 欧洲各大国的商人和公司就要求政府要抢更多的地盘 现在我们重新把镜头转回亚洲 看看在19世纪崛起的欧洲人会给亚洲之海沿岸的国家带来什么 英国政府把印度变成了殖民地 并且对中国发起了鸦片战争 意大利在1870年独立 没过几年就着急忙慌地跟法国打了一仗争夺北非的突尼斯 欧洲各国还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 七手八脚把非洲撕得粉碎 还有我们很多人都学过法国小说家都得写的最后一刻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 一些民众被迫改说德语 但是我们可能没注意到 即使战败了 法国一方面背负着赔款和割地的压力 另一方面却仍然没有停止在亚洲之海扩张的脚步 比如在东南亚正式建立了法属印度之那 在西非南太平洋建立殖民地 而且还强行租界了中国的广州湾 你看到这一步 崛起的欧洲已经掌握了主导性力量 曾经的世界中心亚洲之海反而成为了被支配的一方 那欧洲已经是世界中心了吗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欧洲和亚洲之海的故事 这还不算完 既然是世界中心 那世界上其他地区是什么情况呢 在这本书里 作者主要把聚光灯打到了亚洲之海 施展老师把另一半拼图帮我们拼起来了 施展老师提醒我 今天我们谈的主要是活跃在亚洲之海的这些东影的公司 其实呢 在17 18世纪 还有多达六七十家公司活跃在全球 比如英国为了和东欧贸易建立了莫斯科公司 负责英国和美洲地区贸易的是南海公司 负责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是里凡特公司 除了英国以外 法国成立了负责北美地区的密西西比公司 荷兰成立了负责美洲地区的西印度公司 德国成立了东非公司西非公司 你看密密麻麻这么多公司 其实都是欧洲伸出去的一个个触角 把自己和全世界紧密连接了起来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是欧洲人做了这些事情呢 我们知道 亚洲有商品 美洲贡献的经营 非洲牺牲了劳动力 欧洲好像没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 在这场全球互动中 欧洲人只拿出两样 第一是跑腿卖命 它就像是一个给人介绍买卖的中介 通过赚取中间费获利 不过跑腿卖命大家都能干 那欧洲人还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呢 欧洲仅有的一点优势 就是它的组织形态 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公司制 我们不要以为公司只是仗着垄断特许权就够了 在这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支撑 比如股份制度 会计制度 资本制度 还有保险制度 法律制度等等很多东西 正因为这套制度优势 欧洲变成了世界的枢纽 把全球都卷进了自己的网络 欧洲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在全世界范围内收割红利 而东印度公司和亚洲之海的故事 是这个全球网络形成过程中 最不可或缺 情节最丰富的组成部分 到这里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这也是蒋坛社新王的世界史系列的最后一本 在这儿 我要郑重地说一句 你能一路跟下来 真的很了不起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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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训